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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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我是尿帅 今天的你吃法式料理 今天來到哪裡了 今天我講話非常小聲 因為我們來到高雄 減天餐的店 Thomas Train 的法式餐廳 這裡非常安靜 這一區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講話 要小聲一點 各位有聽到嗎 中午來吃比較便宜 中午來吃有什麼選擇 中午來吃五天套餐 從980開始起跳 一直到2400 中午來吃商業午餐 超級便宜的 你晚上來吃都要兩三千塊 中午來吃就對了 我們要吃什麼呢 我們吃一個 980的紅酒燉豬鹼甲 然後它有一個開胃小平 然後有鮪魚茄子 翻紅花魚湯丼 以及鮮蝦蕃茄冷凍 還有附什麼 甜點選一個 它總共幾道菜呢 開胃小平 一個 前菜 一個冷湯 一個主食 一個甜點 一個飲料 五道菜 一個飲料 我覺得啊 980非常划算 因為啊 這裡啊 也算是在高雄非常有名的 法式餐廳 耶 我們的法國麵包來了 這是小柯的法國麵包 哇 吃起來非常酥脆 非常燙耶 它還會比方這一個 法國的愛菌奶油 這個法國愛菌奶油啊 是有鹹度的 吃起來鹹鹹 吃起來鹹鹹 吃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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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啊 他們上菜順序啊 那我覺得有點疑問 除了開胃小鐵上來了 之後 麵包才跟得上來 照理講 麵包應該要先上才對 好 看起來 吃起來 好 好 看起來 看起來 現在啊 我們開胃小瓶啊 全部都上來了 有三個開胃小瓶 先吃這個 下面有櫻花蝦子 上面是櫻花蝦 炸的很酥脆 然後入口就有很香的蝦子味道 下面有這個白白的 這是一個 花椰菜慕食 然後下面有櫻花 這慕食入口即化 挖進去 整個是空的 嗯 它這個花椰菜慕食啊 很軟 用櫻瓜的脆啊 跟櫻花蝦的樹啊 帶出它整個層次 好吃 兩口都沒了 下一個啊 我們吃一下這個 這個是 這看是屬於 米餅 然後用墨魚汁下去做的 然後裡面有什麼呢 裡面有鮭魚卵 然後熏鮭魚 這應該是 嗯 蘋果丁 這新鮭魚啊 跟蘋果的甜味啊 跟酸氣啊 結合在一起 有那個解膩的效果 而且這米餅啊 這米餅很酥脆很好吃耶 嗯 嗯 鮮鮭魚味道很重 這鮮鮭魚啊 根據簡師傅說啊 這個鮮鮭魚 都是他們自己做的 味道香氣很夠 好吃 小小一顆 很像麵啊 黑色石頭 那剛剛說啊 黑色石頭是裝置 千萬不要吃 會有人吃嗎 會 很多白癡的客人 都會吃 看到東西就吃了 吃了之後 就抱怨說 欸 你怎麼用我講說 這東西不能吃呢 是白癡的 看起來是不能吃 這個小小一顆的吧 謝謝 好吃 好吃 謝謝 謝謝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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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 吃的東西是什麼 不過呢 我聽過就忘記了 現在吃進去 也忘了 嗯 這就是這個彩色神秘的地方 這個 這個男神洗手間也太豪華了 一個人是單獨一間的 不會跟別人分析 超棒 好 我們的開胃小餅來囉 各位看一下 哇 超美的這一個 上面啊 是茄子加鹽巴 下去蒸去皮 然後切成小墊狀 下面這個是黑胃 然後旁邊呢 這個 一點一點白白的 這個 它都是 茴香蒜泥 嗯 有蒜頭味的 這個蒜頭啊 是煮過的 然後打成米 然後最下面這個是 番紅花的洞 那個 番紅花的洞啊 那個味道啊 非常的強烈 淡淡的黃色 然後加 一些高檔下去煮 然後吃得出來 有海鮮的味道 這個洞厲害 吃看看這個 嗯 這個混合在一起啊 那個黑鮪魚的風味啊 跟茄子的風味啊 整個融合在一起 不敢切 有些人啊 不敢吃茄子 不過這個啊 去皮之後 長得不像茄子 應該可以接受 嗯 嗯 哇 這位黑鮪魚的餅子也很好 現在啊 屏東啊 是黑鮪魚季 所以啊 在高雄啊 一些在地的一些 高級的法產啊 都會用 黑鮪魚下去入菜 而且天才啊 它最強調什麼 它最強調就是 法式餐點裡面啊 要融入台灣的在地料理 台灣的在地小籠 製作而成啊 也導致到非常好吃的法產 謝謝 各位看一下我們的 番茄冷湯買了 高雄啊 很熱 所以啊 現在推出這種冷湯 這是番茄冷湯 番茄冷湯上面啊 還有這個五毒蝦 五毒蝦呢 都今天幫你去殼剝好 嗯 這個五毒蝦好好吃喔 怎麼小小一隻 窩力這麼 怎麼小小一隻 窩力這麼強大 這個番茄冷湯啊 吃起來啊 熱熱的 然後沒有太多番茄的酸味 然後上面有點綴一些 綠色的油 這綠色油啊 吃不太出來是什麼 不過呢 它的蝦子啊 蝦子啊 是另外煎熟之後 去殼 然後放在湯裡面的 這個蝦子好好吃喔 小小一隻 超大的威力 整個蝦味非常濃耶 而且啊 這蝦子吃起來熱熱的 湯喝起來冰冰的 哇 哇 根本就是潮州的燒冰冰啊 這個番茄冷湯真的很好喝 這種番茄冷湯啊 這個番茄要燙過去皮 然後 再跟其他的高湯啊 下去做燉煮 燉煮完之後啊 還要冰淇 冰鎮 隔夜才能吃 這湯真的是很費工 嗯 這個番茄冷湯有很多的香氣在裡面 這番茄冷湯很好喝耶 這番茄冷湯啊 如果啊 再加上一點甜味啊 就變成什麼 變成甜點 變成番茄果汁 冷湯部分啊 最難的是什麼 就是油脂 如果啊 湯上面有油脂的話 你冷藏過之後啊 就會看到一層白白的油脂 很糟糕 可是這個啊 完全看不到油脂 非常的厲害 射上紅酒燉豬煎夾 謝謝 旁邊搭配蔬菜 以及搖芋泥 謝謝 哇 它這個紅酒的醬汁啊 超濃厚的耶 吃得出來 吃了好幾種香料啊 跟紅酒熬煮的醬汁 而且它這個豬煎夾 就屬於比較瘦的那一感 吃起來就很有咬勁的 不過呢 有點太瘦了 哇 這豬肩胛 真的超瘦 今天主菜的部分 熟度和口感還合的味道嗎 對啊 它本來就這麼瘦 我們豬肩胛的部分呢 我們用紅酒去泡過24小時 它整個口感上 讓酒整個靜置到豬肩胛裡面 它口感上會比較軟 比較短一點 它比較 纖維質比較粗一點 就是 它沒有這麼的嫩 它是比較瘦的部分 對啊 我聽你覺得算是 比較瘦肉的部分 因為吃起來會比較乾一點 會比較偏乾嗎 還是我這邊的方法 是你覺得口感上 比較偏乾一點 對啊 因為我不曉得 你的烹飪手法 是本來 就吃掉它那麼乾嗎 還是要帶點油脂之類的作品 你覺得吃起來的口感上 會比較偏乾一點嗎 對 不好意思 謝謝 剛剛跟小姐反映了 就豬肩胛 吃起來比較乾 比較瘦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 是它本來 就是要呈現這種料理手法 還是它真的是比較乾一點 這道甜點的話 最底層我們會擺上的是 新鮮芒果 那中間的話是 萊姆芒果八把 上面是百香芒果的雪霜 旁邊白色的是檸檬泡泡去做搭配 吃的時候建議大家一起品嘗 好 謝謝 這是甜點 旁邊這個白色的是檸檬泡泡 它還把它做成圓形的 黏在這個玻璃旁邊 嗯 哇 好檸檬喔 還有做這個 一顆一顆的 很像 甜點小蛋糕的東西 裡面有放奶母酒 整個都是芒果味道 因為很難吃出其他的 我個人覺得 就還好 這邊茶點的部分幫你送上 可以和你的飲品去做搭配 謝謝 今天是焦糖蒸果的小點 這個是紅茶荔枝糖 這個是 我吃不出來 這個是一個 這軟糖 哇 有荔枝的味道耶 還有玫瑰味道 這軟糖好吃耶 這碗裡面 用什麼做秤品嗎 居然是一個巧克力塊 整片的巧克力塊耶 別人不知道就把它吃進去耶 雖然從它藏在下面看不到 不過呢 我把它翻出來之後發現 噢 超大一塊 嗨 我是廖帥 黑山料 那我們下次就去吃 別家的法式料理囉 掰掰